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寂致追剧吧 主要是你伤了元气 这药 你补补 哎呀 不必了 不必了 不用那么客气 我没受伤 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 是不是在阶级报复我 我这好心照顾你 居然不是好歹 行 那别喝了 哎 别别 开玩笑 开个玩笑嘛 我喝 我喝 我来 过来啊 这瓶水都是我伺候你的份 没想到 也有你是奉我的一天 废能多话干什么 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 好 再来一口 长官好 你救了他两次 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地照顾 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 掌门误会了 所以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 她在这里无亲无故 理应照顾他 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 你乃修行之人 将这些红尘俗士置之脑后 自然也是修行了一部分 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你乃天选之人 日后定会成为灵霄派的栋梁 这些年你也没有辜负我们 你的身上肩负着灵霄派的未来 天师以收邀做法 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 身为一派之长 须明了世间万物 皆为虚空 既不受红尘所扰 必当心无旁骛 断情 绝爱 庞舟秉承诗训 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 法环在手 约束于心 从此断情绝爱 了却红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梦中 梦中 梦中有两人余光 波约束于心中 洞便换寿者之法环在上 而却红尘受监绢贝 看美酒烟火岸上有白首 一朝天涯熬红豆